我們現在先去拿行李準備要出發火車站囉 地上這邊坐好多人喔 應該都是在等火車 兩人一間我們這個叫做Q 我是不及格的房屋耶 可是我最討厭那種騙人的 還是直接這樣擋住攔我們下來說 你的你的車票呢 HELLO 大家 我們現在呢準備要離開我們的飯店 我們要去火車站搭火車囉 雖然我們兩個的狀態都很不好 特別是James 他又開始拉肚子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哪裡飲食出了問題 因為我們腸胃其實根本沒有好 餐點選擇都是咖哩那邊也是重口味的 有一些餐廳它是有中式炒麵的 但非常有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好 旁邊的連鎖餐廳唯一就是達美樂 我們現在先去拿行李準備要出發火車站囉 拿到行李了我們要出發囉 剛剛我們講一下過程啊 司機說一個人是100塊Ruby 所以兩個人要200 然後到車站那邊 還要再另外付平車費 所以我們覺得不合理 因為我們從車站搭來飯店 也只要200塊兩個人 那平車費我覺得不應該是我們出耶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來的時候是200 他就說不行 平車費就是要另外付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說沒關係 那我們不叫你的車 我們就走出去 結果他要把我們叫度做200塊 我們其實有查OLA OLA的價格 就是如果你從車站搭到我們這個飯店的 車價格是130多 也不到150 所以其實我們給他200 已經是比OLA還要貴了 好 Came 跟我走 那最近又把我們放在對面 他說他不能開出去 不知道是為什麼 他剛剛說我自己走的 有一個人跟我們說 往那邊走 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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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嗎 小心小孩喔 我們現在到車站了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我實際的座位 那所以我要去他們的位台問問看 我們的實際座位在哪裡 哈囉 嗨 掰掰 地上這邊坐好多人喔 應該都是在等火車 這車站其實很大耶 要小心的推 就是要小心推 不要推到人 好喔 好喔 我剛剛去找光光的警察 跟他講說我們的月台 我不知道位置 他們就很熱心的幫助我去查詢 然後告訴我月台在哪裡 我們好像找到我們的位置 來推 我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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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就好 謝謝 各位 我們來到我們了 座位了 其實不太確定我們的座位是不是正確 但是是我們請光光警察幫我們查的 他就寫上去 然後我們剛剛就上來問工作人員 他說對 我們是這個 他就帶我們到我們的位子來 兩人一間 我們這個叫做Cube 在買票的時候 其實可以主動跟他說 假設兩個人的話 想要Cube 就是只有兩人一間 他們會幫你做備注 然後視情況去安排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room tour一下囉 首先這個是門嘛 然後它是可以鎖的 裡面性很ok啦 上下鋪 然後有兩個枕頭 這個牛皮子在裡面是被單啊 就是還有那個被套 就可以打開來使用 還會附兩個 這個毯子 他們都是用毯子 因為其實晚上火車上冷氣很強 它這個毯子的話就是比較保暖 雖然看起來比我們在埃及的 還要再更成就一些 它可以充電 這個燈不能開 然後這個是安全插頭的充電 有了有了 就是可以閱讀燈 我覺得很不錯 它就慢慢開啟 就慢慢亮 而且重點是喔 它是兩邊都有 然後上面有一個 可能是緊急可以按這個鈴 這個啊 可以掛衣服 這邊是一面鏡子 這裡有個小桌子吃飯 或是放東西用的 那今天晚上可以睡個好覺 這班車呢 坐回德里 要坐14個多小時 可能因為它停靠的站比較多 那其實我覺得這班車有比我們 從德里來到瓦那西的車再久喔 大家 我現在要來鋪床了 欸 其實我也不曉得 怎麼鋪才對 那就是 啊 這邊有個垃圾 所以大家鋪一下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鋪 就是亂鋪 我是不及格的防護員 對啊 這兩個是一樣東西欸 我以為一個可以套備單 但是不行 所以我們上一次坐火車來也是這樣 然後我就是 因為不直接蓋這個毯子 我就是蓋這個單子 那如果要蓋的話 我看印度人他們也是 中間墊這個 然後上面蓋這個 因為不然其實晚上蠻冷的 或是要穿那個外套 大家我現在要去看一下他的廁所 開門 出發 外面是一間一間的 這邊有兩間廁所 那我們推進去 封起來 就是這樣鎖起來 空間上來說 排行洗手台 就是看起來還OK啊 還有個電扇 這不曉得是什麼 我剛開這個啊 好像是很洗澡的耶 不曉得 它噴到我滿真到之了 那這個就是馬桶式的 也是空間很大很明亮 所以我很合理懷疑 剛剛那間是可以淋浴的 所以我真的要噴濕欸 它是一個動那種感覺 試試看哪一位沖 不知道要怎麼沖水 搞不清楚 我會去問一下James好了 希望我們等一下搭火車都身體可以OK 可憐的James 他這一程旅程都是要緊繃的要保護我啊 態度要堅決去反應什麼的 所以他要玩起來會比較累 那我們就明天到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早安 現在呢已經11點多了 也就是我們的車子的行駛之間呢 比我們預計的還要長 因為本來車票上面是寫 早上8點多就會到德里 結果現在已經11點多了 我們還沒到德里 不過睡了一覺我真的比較舒服 而且我覺得在這種空間裡面睡覺 真的確實也比較好睡 比較安穩 那James今天的狀態不太好 因為他半夜也是不斷的拉肚子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回去住 我們之前住過的酒店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還需要再搭乘火車 那他的交通地理位置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會回去再住那一間 回去check-in之後休息一下 我們會再去那個康諾特廣場那邊 去買一些麵包啊 因為James現在可能無法禁食 任何餐廳的那種太油膩的食物 如果再繼續吃那些很油膩的食物 我們可能就更不會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去康諾特廣場逛一下 準備一下湯 好 終算到了 太快了 快點 他們都會強行想幫你拿行李 你看後面 他們又一直跟著窮追覆捨 我們已經拒絕了 我們要自己拿行李 不 因為我們只有16公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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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是不是走反方向 好 是耶 那我們走回去 可是他副口只寫一邊啊 沒關係 那我們走到外面再看 我真的是已經受夠這個地方了 就是這邊的人啊 一部分是 動手皮動口還要快 我們剛剛下火車站 一團人就直接手伸過來拿我的行李箱 然後擋在我火車上的路道 那火車那個路道只有一個人可以走而已 我就不要他們幫我拿行李 我又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就已經說不要了 然後一直跟一直跟 然後跟一跟 變跟一邊用喊兩百塊 我都已經要走到一半 然後在那邊再繼續喊 我真的是煩死了 我其實可以理解說就是 當地人如果需要生意 你們一直來問旅客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最討厭那種騙人的 我們那邊查地圖 一個人就過來說 這邊不能走 你要去哪個飯店 那明明就是可以走 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們去瓦拉拉西前 在德里火山 也是這個火車站 只是我們現在走到後門 我們走錯路了 我們在前門的時候 我們要一進那個gate 然後就有一個人直接把我們攔下來 他就直接這樣擋住 攔我們下來說 你的車票呢 我們就說 對我沒有車票 然後他就叫我們拿車票出來 我就跟阿彤彤講說 不要理他 根本就只是在那邊 要弄人的 就是如果來這邊 如果有什麼事情 最好是自己看一下 那當然一路上 我們也遇到很多 很好心的印度人 這些好心的印度人 都會被這些 有問題的印度人 給陷害 反觀如果這些印度人 來跟我們講說 這個路真的擋起來了 這個路真的有什麼問題 來提醒旅客的話 以我們的經驗來講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會誤判他 會誤會好的 問題是 走在路上 幾乎都是這種 來騙你的印度人 我是真的覺得啦 這個問題是很麻煩的 對於旅客來講 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啦 我是來旅遊的 我是來旅行的 搞得好像來修行的一樣 我們非常不喜歡 就是對人很不禮貌 很不客氣 可是來到這邊 我覺得我只要一出飯店 我就開始好像必須要作戰 我們用打車軟件叫司機 結果一上車以後 司機就說 叫我們取消 他說太遠 可是後來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太遠 就是過一個橋就到了 他說因為超過兩公里 他說不然要載的話 他要收150塊 我就說沒有啊 他就過一個橋就到了 一公里不到而已 其實從火車站這門走過來 才500公尺而已 那我們到後門 那可能遠了一點他繞一下 可是不需要一公里啊 所以我就跟他講 好 那不然 80塊不要的話 100塊好不好 他本來不要 叫他怎麼走以後 他本來開120 他後來開100塊OK 那我們說好算了啦 連打車軟體都要講價 連打車軟體都要講價 他還叫我們取消訂單 我們到了 那很多影片給大家分享 我們下期間見了 拜拜